咱们今天体验的职业就是旅游体验师 我们感受一下老口文化 那边好多人啊 那边是官邮街 五十块能买十样东西吗 太过分了 十个 来来来给他拍照 拍照拍照拍照 这个姿势好不好 喂 红色在哪里啊 红色 省水都ok啊 哈哈 他们应该玩不成任务吧 赶紧赶紧赶紧 我们可能敢来不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觉得体验的职业就是旅游体验师 有工资吗 主要是 我知道住宿体验师 就是每个酒店什么新开业 然后去体验这个是给钱的 那这种旅游体验师谁给钱呢 旅游景点 我知道 啊 金主爸爸 好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我们的两位真正的旅游体验师 来解答你们刚刚的问题啊 好 哈喽 赶赶赶赶赶赶赶 大家都有去旅游的经验 对吧 什么最好吃 什么最好玩 大家总是在不停地找那个资料 作为体验师呢 我觉得啊 简单来讲就是你为他们梳理的这些 他寻找的资料的这个过程 攻略 对攻略 那比如说我这条路线吧 先说 但是的话 就是我们会在一个老码头 然后走这小路 到了关野街的一个地方 哦 然后再进去一个我们当地人 觉得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啊 关键 关键是浪漫 我们去体验那边过去的居民的生活 OK 那好啊 还有了过去有一个很火的 很旺盛的一个工业 我们会去找一找 好 所以希望大家用短短的一段旅程 看着更多这里的内容 好 好 各位已经听了咱们路环游和荡载游 这两条路线啊 那在就是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 看一看大家是不是合适这个职业 好 就是一个很快的问答 yes or no 的问题 美食还是美景 美景 美食 美景 美人 哈哈哈哈 走路还是坐车 坐车 坐车 哈哈哈哈 都行 好 荡载游还是路环游 荡载游 我选 我选local一点的 我选 你选什么 哈哈哈 我选那个 那个 荡载以外的那个 路环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都被天老师讲哪个地方 哈哈 没有没有是是是 我去过荡载游 好 那么我们公布我们今天的任务 任务一 两对需要根据提示卡片上的关键词 或关键图片进行打卡点的选择 任务二 两条路线有完结束后 两对嘉宾需要制作客次路线的宣传版 制作宣传版的材料包 需要解锁三个打卡点才可获得 另外 每条路线都有两个隐藏任务 触发并完成 即可将制作宣传版所需的材料包 升级为豪华材料包 澳门营业中 并且向前出 我们感受一下local文化 我小时候对这里的印象就是来自一部电视剧 sup you turnge 光啊啊你的广东话说的很好什么月光啊 十月初五的月光十月初五 不但我没有没 你知道我们刚刚下车的 这条路叫做什么 不知道不知道十月初五马路哦 哦哦哇哇 所以你看那部写剧的事情 哦一对 他这说的就在澳门拍的 那我们过马路吧 对面看远一点 可能一眼我们就看出来什么东西来了 哎 是不是你看 是不是哎我找到了我们 然后去拍这个松弛感对吧 然后去拍这个松弛感对吧 我非常松弛 给来 恭喜你们打卡了这个路华海边的笔画打卡点 恭喜你们打卡了这个路华海边的笔画打卡点 是啊 他那里有一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呀 天后庙 睡 祭 我们澳门呢是一个渔村嘛 天后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神 其实是马祖 所以以前这是码头吗 肯定了因为那海呢海在 哎哎哎哎哎哎哎在那吗 对对哎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哦这是以前那个海岸的那个踢棒是吗 哦所以这边是田的海是吧 对啊 那老师我们在这留个影吧 哎是在这啊 找不到呢 在找什么呢 这边不是要举办什么澳门光影节 我看这在这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呢 是要举办 不过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12月份幻彩药豪将澳门光影节 会在澳门举办 届时会有各种奇幻的灯光装置 还有灯光秀 还有各种互动小游戏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有秘密武器 关注澳门特别行政区流逐 官方微信微博小红书和抖音账号 上面不仅发布了澳门举办的各种精彩活动时间表 还有美食和游奥攻略 更有游奥小贴士 那我们快去看看还有什么精彩的活动 我们现在去打卡 好 出发吧 我们来到了档仔排行 就出发了一项任务 请接收这个地点的任务 恭喜你们出发第一个隐藏任务 请用50元 购买10个澳门纪念品 老师你有什么推荐吗 就是说我们来当地旅游或者玩的话 一般都会买什么纪念品呢 那老师讲 比如说50块钱买一个黄金手桌 这个有点难度 走了 你要买什么 买手表吗 50块钱 没有钱 走吧 这个我们玩不成 快走 那边好多人 那边是什么 这个就是淡仔最著名的首信街 官野街 其实澳门的地名很简单 他写什么基本上是那些 比如他冰户学校 那就代表这里有军营或者兵营 就是住兵的地方是吗 哎 2520 这个代表是 这个代表是 哎我们可以在这拍一个 这个是代表我爱你的意思是吗 对啊 哎我们在这要打个打个卡 我们两个人坐着 然后 老师你帮我们拍下好吧 可以 这个好像欠个女孩子哦 哈哈哈哈 哎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啊 老板有什么什么优惠的特别能推进我们 因为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式 你今天五块钱哎刚好 五块钱十张刚刚好 ok 刚刚好不同的地方 哎一二三四五六 刚好十个十个吗 你看一下 五十五十哎我们刚好完成了我们 哎真的任务完成哦 哎我觉得他们哎 他们应该完不成任务吧 十个纪念品是吧 太过分了十个 还是哎呦 别看了这家有点贵有点贵 我们可以去买个那个哪个 一次性杯子啊 你好呃那个 我们想能不能 就是买买买个这个杯子 我们也不要咖啡 因为我们五十块家买十个东西 所以所以我们买 我们的饮料可能买不起 我们能不能买杯子 也算一个 对了就是 对了 那什么钱呢 我们买吧不如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你一个而已 两个而已 水 水 ok 上水都ok 你好 哈啰 这个是不是你们家的 我们想 买些纪念品回去 然后呢我想 和你买一块 一块 你送给你一块 真的吗 是的 人家送给我一块 谢谢 我还不带我 你好 送给我们的 谢谢 一块多钱 真的吗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 又不要钱是吗 嗯 哎 这澳门人民真是太棒了 很好啊 我我那我们找完十个手信之后 我发现我们应该还有五十块 哈哈哈哈 你们买到了吗 我们没有买全 没没没钱 都是澳门人民送给我们的啊 是吗 没要我们的钱 现在我们又继续上去了 继续往前走 其实我蛮喜欢这样漫无目的的 走的这种地方 哎我也会很舒服哈 就是就是不录节目的时候 对对吧 我我有时候在在上海 或者是陌生的城市这样的话 就那种适合 city by 啊 city wall city by 的时候 我就会就是 哎 闻到什么味道 不 哦 愚惑 哦 像吗 that's right 耶 你看见吗 看见了 看见了 你整一个松弛感 荔枝碗码头 荔枝碗码头 哎我想问为什么是荔枝碗呢 因为 在坐船这个海湾好像一个碗 哦 以前种了种了很多的荔枝樹 哦 所以就以他做了荔枝碗 到了这就是啊 是啊 是啊 他现在就等于说把这个改成了一个博物馆 一样对吧 把展览馆就给游客呢 是啊了解的 你看这个船场 荔枝碗场打卡点 拍摄道具 船毛的造型 模型 我们自己找啊 我们在这吗 完成完成 还记得我们第三个关键词吗 嗯 写字 哎 那边有路牌 能看到那个写什么 呃 册 明 市 登 记 局 哦 所以这个是那个结婚那个登记的地方 说打卡 哎 打吧 这个真的很重要 关键词 大合照 嘉宾另有道具 丝巾根据关键词 完成符合条件的合照拍摄 我这 这个是 是我 是我爸妈用的这个 路环线续完成两人船头 垫脚姿势合照 三人彩色玻璃特定姿势合照 四人巨子 小时代姿势合照 五人海五角星姿势合照 淡材续完成两人蓝色垫脚姿势合照 三人紫色印特定姿势合照 四人黄色印少时代姿势合照 五人红色花五角星姿势合照 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 即可量将宣传版材料包升级为豪华材料包 各位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位小哥跟我穿的衣服一样 赶紧 我们可能来不及了 这不就蓝色吗 来快我推 没劲了 小时代 三二一好 行那我们完成任务了呢 三二一看 我们得快点 好像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还有那个 六个信物没有找 这是小卖部吗 看着像 这里是不是可以买东西的 没办法 咱们只要喝本 那我们买 买的也喝吧 这个内地也没有卖的哦 就是澳门的哦 我们现在还差一个 买碗饭也行啊 就板栗吧好不好 澳门板栗 可以啊 好吧我们我们拿一个板栗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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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到了 改收了 哎呀 呀呀 终于回来了 两条线路都是非常成功的就完了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最终任务制作 我们的宣传版了 啊 在游玩的时候呢 我们凭自己的实力得到了我们这些材料 这照片对吧 对对对 都有思路了吗 有了有了有了我看照片就有了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哦 好 哎把这个塔剪了我觉得挺好看的 那字写的不错哈 我自己就差点意思了 我们完事了 可以了 现在哈 我们有两组阐述一下自己的主题思想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整个主题是 旺仔City World 旺仔City World 然后有爱 然后还有那个 我爱你和喜 还有码头的元素 对 所以我们用心做了一个连结 就是我们这一段完整的旅程 充满着爱意 然后就是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这个街上面慢慢的去散步 然后还有特别多好吃的 然后特别多很有意义的纪念品 对然后大家都是可以逛一逛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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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很容易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路线来的 这咸鱼嘛就是做人要是没有梦想的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咸鱼呢就是投币的话他会说话的 哦试一下啊 嗯 书有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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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们就是这样了 好吧 哦 两队的都非常精彩哈 但是我们还是要比一个输赢 对不对比个输赢 行两位老师来有请 老师来了来 因为他说十月初五的月光啊 看着啊刚刚好我们就走到这条十月初五房间了嘛 所以在这个巧匣的情况上我就选啊 适合 耶 如果要选的话还是小时 小时 为什么呢 这个人是有想法 那作为一个体验师 他应该有这个数字 好来来来鼓掌鼓掌 好好好 那输的人还是照惯例要受到惩罚的 本期的惩罚就是将夹子夹到两人的任意部位 并且拽下 好 好 你夹我 互相换着夹这才过瘾吗 是吧 对我想夹他很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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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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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有点感觉了 哎我怎么就一个夹子 你为什么有三个啊 啊我我对啊我为什么会有三个啊 那我自己 哎 啊这样吧 那我们接受惩罚吧 来吧 三二一 三二一一 疼吗 老师我要去音乐了 老师 冬伤冬伤 对我来去音乐了 哈哈 好了我们既然 宠罚也宠罚完了 然后 到厉害我们就要进行抽签 然后决定我们下一个的职业体验 由我们两位 获得优秀员工的人上来 然后我们来抽签 手细音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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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心动音乐 是吗 心跳音乐 心跳音乐 澳门音乐中 一起向前冲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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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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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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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高啊 哈 嘉义和斯恒跳楼 跳楼 哥哥有权利听你叫哥哥 天哪天哪来的哥哥哥哥哥 从这跳下去都行对吧嘉义 对对 啊啊天哪啊天哪